所以他们这两位今天辩论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之所以不会在台海议题有太多的争论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脱 能脱多久就是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6月28号早上9点半 美国总统进行辩论 大选权的辩论 这个大选权的辩论 台湾一直认为台海的议题会成为辩论的焦点 可是我们今天看美国差不多 无论特朗普无论是拜登 他五分之四的议题几乎全部都放在美国 台湾又落空了 台湾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你台湾就是特朗普讲的 比肩大的地方 这个就是台湾关切美国大选 不是关切美国的政治 它是关切本身的利益 我们现在看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我们先讲特朗普 特朗普对于台海的立场 他是拒绝表态 因为他始终把台湾视为一个牵制中国大陆的一枚棋 那拜登五次讲他会协防台湾 但是至于用什么方式协防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人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答案 总而言之我们比较这两个人 当然你比较要有基础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时代他卖给台湾的军售 几乎都是大型的武器载台 像F-16或者是M1 A2战车 或者是大型的武器载台 这些都是特朗普时候干的 可是你看现在特朗普时代 两个 一个是国安部门 一个是国安副部门 欧布莱恩跟博明 现在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立场改变 什么 他说台湾不宜制造浅建 也不宜去买大型的武器载台 那个是错误的军售政策 台湾应该买小而金小而强 小而有力的武器 可是在他们任内 大型武器输出的最多 这个你要怎么讲 所以特朗普对于台湾 能够赚钱他就赚钱 那他不会去管台湾的使用 除非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他有剧烈的冲突 他就把台湾问题挑一挑 这个是特朗普的态度 所以未来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 他未必会协防台湾 好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拜登 拜登因为他是参议员出身 他也做过美国的副总统 他也熟悉外交的事务 但是因为他年纪太大 所以他在处理很多 所谓的台海议题的时候 连美国公务院都非常担心 他会说错话 但是拜登愿意协防台湾 但是类似的协防台湾 不是说美国会不会出兵 他采取的可以说是长期以来 民主党的政策 就是柯林顿时代的政策 叫做预防外交 就是说他不希望台海发生冲突 所以他会采取所谓的预防外交 是透过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台海安全的困境 这个是拜登的意思 如果那你不去了解这个幕后所谓的历史的话 你光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特朗普是把台湾可以当做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 只要你台湾不要给我进工作了 我可以跟中国大陆讨价还价的话 我就把你出卖一下 无伤大 但是拜登对于台湾说是协防台湾 他的意思应该是预防外交 他不主张台湾去挑衅中国大陆 所以这两个人对于所谓的台海议题 是不太一样的 那回过头来说 美国两党对于台湾 他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这种基本的想法 就是台湾问题当然不可能久拖不绝 但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这个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共识 把台湾问题这样子无限期的拖下去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所以他们表面上所谓的支持台湾 不外乎是五项 第一个经费 你的防务预算你要提高 你要提高到GDP的3.5 甚至于GDP的4.5 你要有自我防卫的决心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所有的武器系统都要配合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拼命的 告诉台湾换相机要不要处理 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只有换相机跟美国的系统 互不相容 所以呢 他 那我这只是举例 所以他不鼓励台湾再向欧洲 采购武器 你采购武器的唯一的来源 就是美国 由美国帮你设想 所以我们买的M1 A2战车 没有外形的挂架 所以容易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 那像包含台湾自己制造的潜舰 你所谓的红色装备 他也给你设限 这一些都是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美国长期以来 他对于台湾武器的运用 就是第一个 他是不会让你拥有主动攻击 大陆的能力 那第二个 他也不会让你这个武器去攻击 我美国盟邦的能力 那你第三个 经常抽验武器 经常抽验武器的检查 这个是美国都在做 每隔半年一次 他要点点爱国者导弹 标二导弹等等 这些都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 还有刺身导弹 他都在做 那我们看 他这样子做的目的那是什么 就是让你台湾 我用一句很粗俗的话 动不死饿不死 吃不饱穿不暖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耗 无限期的让台湾问题耗下去 这个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过去中国大陆对于台湾 进行所谓的环岛军演 联合历舰演习的时候 尤其是环岛军演 我们就马上看得出来 他马上收手 所谓的马上收手 就是他的兵力 就是完完全全掉钱出去 一直等演习结束以后 派一两艘神盾舰通过台海 来代表我还支持台湾 那这种叫做虚张声势 那这种虚张声势 刚刚好可以满足台湾的需要 所以台湾现在依靠美国证 正如同吸大麻跟吸鸭片一样 不知不觉当中你会上五个 这个是第四个 第五个 可以这么说 他现在想套用乌克兰的模式 来训练台湾 过去美国的河安旅 或者安和旅 安全合作旅 或者合作安全旅 很少进出台湾 现在训练大概也有六七年 刚刚好 刚刚好跟训练乌克兰的时间差不多 这五项放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台湾真的是采取 吃不饱 吃不饱 酸不懒 动不死 饿不死的策略 所以他们这两位今天辩论 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之所以不会在台海议题有太多的 争论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拖 能拖多久就是多久 这个顺客 这个顺客 这是不准的 色彩肉 更训练的 是比较 这个顺客